冯绍峰与盖月希正在约会 最近,搜狐网站发布了有关演员冯绍峰个人生活的独家图片和消息 据报道,搜狗的猎头们拍摄到了前夫赵又廷与一群朋友共进晚餐的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,演员蔡月娥也坐在旁边,看起来两人非常亲密 在图片中,冯绍峰和蔡月娥自然愉快地交谈 这位男演员在蔡月娥的陪伴下看起来更加年轻和光彩照人 据媒体报道,两位演员显得非常亲密,笑容满面 在交谈时,蔡月娥还轻身靠在冯绍峰的肩膀上,并拍了拍她的杯 这种亲密的举动让这位31岁的美女与她的前辈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很多猜测 163怀疑蔡月娥是冯绍峰的新女友 因此,这位漂亮的女演员在宴会上没有保持与男演员的距离 目前,两位艺术家还没有就这则爱情传闻发表评论 基于搜狗发布的这些图片 网民不断推测冯绍峰和这位1992年出生的美女之间的关系 许多人认为,两年离婚后,冯绍峰是否正在与比自己小14岁的后辈开始恋爱关系 甚至有人评论说,蔡月娥的美貌和声望都无法与赵又婷相比 然而,也有很多网友认为,这只是一顿共进晚餐,没有具体的证据表明两人在交往 事实上,未婚男女约会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冯绍峰真的有了新的女友,那也很正常 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男演员感到高兴 作为赵又婷的粉丝,我也希望他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 祝两人早日找到自己的新幸福